002航母为何比辽宁渐压力增三倍,但003直追美军中国越南海军加速,因为长期处于安逸的状态,没有战争的威胁,所以很多人也是丝毫不关心军事。 不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,军事一直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部分,而我国在近代吃了没有实力的亏之后,逐渐也是抓紧时间,发展着自己的军事力量,而我国的海军是我国近几年增长最快的力量了,逐渐002航母的测试,也要接近尾声了,而我国的设计师也是希望将其他国家的经验吸收并愿弄到我国的002航母上。 而我国的这艘航母也是相比于辽宁静有了较大的改变,最大的体现就是它可以携带的战机数量大大增加了。 另外,航母的行驶还有近战武器摆面,也是有了较大的进步。 如今002航母相比于辽宁静有了比较大的改变,我国算是真正拥有了自主生产航母的能力,成功的将航母的技术理解到位了。 我国好许的两架航母也在建设当中,相信这两艘航母日后肯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了。